前一段时间有个姐姐跟我分享她的一个亲戚 找一个小的建商建了一套一百万出头的房子 结果就是收房以后出现了各种的问题 甚至于说空调的出风口和进风口 竟然装返了据她说的 那么现在正在跟建商 就是说要打官司还是要干什么 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跟进 如果有更多的消息的话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来看一套 类似于这样的小的建商建的房子 咱一看像这个房子 老实说它的户型还有它的布局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外面一看是相当不错的 但我刚刚走了一遍 你就会发现这个房子 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一个80% 像这样一个90万的房子的话 你基本上是拿过来了 还要10到15万去做一些调整 但只是我看到的 那如果就是说 比如说真的有空调排管 电线排管排线有问题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在这里飞云是建议大家呢 如果是说要建房的话 最好是找一些比较可靠的 大一点的建商 哪怕是私人建商的话 起码就是建过有很多的房子 有案例的 比如说像这个哥们 我刚刚碰到他 他就说他在休斯顿 这是他要建的唯一的一套房子 所以我也能想象出来 所以也祝大家以后去自建房的时候 一切顺利擦亮眼睛 找得也建商 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 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 是一个私人建商 小的建商建的一套房子 房子看上去还是比较漂亮的 包括它的户型 因为它有五房六个半卫生 这个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 这种生活的习惯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自己的套房 胳膊打扰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相当不错的 它在Richmond 而且是一个acre的一个大地 后面是拜湖井的 咱一看真的不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它的细节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社区 叫Whisperings Ork 在Richmond的77406 它这个社区整个的都是 一个英亩以上的这样的房子 而且有很多的湖 而且是带有门禁的 这个门禁也就是说物业管理费 它是1500块钱一年 地税超级低 1.7 所以1.7的地税是非常低的 当然相对来讲的话 这里周边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还是农场的这种模式 如果是说喜欢田园生活的话 买的这个社区是相当理想的 当然不一定要买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社区的另外的房子 它的价位基本上是在100万以上 那当然这个房子是比较便宜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完成了80%的 如果是说对这个社区或者是说对这种大地的房子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给您找其他的 当然这套房子我个人是不太推荐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社区的环境真的是相当不错 因为它都是一个英亩以上的房子 所以大家的房子都隔的特别的宽 但还有一些地可以买地自己建也是可以的 但话讲回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要找一个可靠的建商 那么才能建到你理想中的那种房子 那这个它的小的这种湖也是特别多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一套房子 你看这套房子它外面外表一看 咋一看的确实还是很漂亮的 很现代风的这种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它的这个一些细节的东西 因为这套房子呢 它面积也是做的还是足够的 它做了五个房 六个磅卫生间 它现在的挂牌了是八十九万九 也说九十万人在这里买一个这么大的房子 还有这么大的地的话 也是不太现实 当然呢 它也说呢 它现在这个可以给这个买家三万块钱 来让你自己去呢 呃里面是去家庄 这个房子呢 实际上呢 它是2020年建的 面积的是五千五百四十一尺 它面积到刚好是呃一个阴母 五三个车位 车户 好 所以就说它怎么是咋一看呢 我们这样进来这个门呢 就是这个五千多尺的房子 我个人觉得啊 这里呢就是啊 我觉得就是不够不够气派这么讲吧 好那我们进来了啊 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建商 在这里 它现在做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餐厅的啊 餐厅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些像这些地脚线啊什么的呀 它做的就是比较很粗糙 可以这么讲啊 包括像这些木板用的这个材质呢 也是非常的一般 包括地板呢 它用的这种细条的地板呢 就是说跟它的这个户型呢 会有一点不搭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那这里呢是它的model room 这个model room呢是超级大的 你看这个门呢 它用的也是这种最最便宜的这种门啊 你说你买一个 你建了个一百万的房子 然后然后你这个门是那种最便宜的啊 你看啊 就是说你咋一看 看来挺好的 但是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细节 看一下这个 这个做的是超级粗糙的 这个甚至于就是说这个做工啊 跟咱们这个买30万的房子 甚至于还不入30万的房子啊 所以我相信呢 也有人有过这种经历啊 那这里呢是一个它的一个小书房啊 这个小书房呢 我们就不多做评价啊 嗯 然后再到这边来呢 是它的这个是它的客厅呢 是像这一条 那整个呢 那这个都是它的这个移门啊 就是落地窗 这个落地窗呢 它上面做一个那个 可能是挂窗帘的那个里面啊 就是说遮住窗帘的这种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设计的用意是什么 它这里面是做窗帘嘛 它轨道已经做好了 可能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但是呢这样呢就拉低了这个房子的档次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呢就是它的厨房 厨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 倒台啊用的是一般的 你说你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你结果就是说你这个七七拼八臭的一个倒台 看到吗 就是这个中间是这样的 而且它有很多地方啊 就说你是去街头的话 你得要把它这个这个做的 有点我们讲的就是这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它厨房 而且它用材呢 确实是很很很劣质的劣财 用材 那么我们往前面走的这里呢 就是它的楼下来有一个卧室 它也是都是套间嘛 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卧室 这是它的卫生间 这个设计师啊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这个设系有点意思 这里这个门可以打开 你看这个后面的风景多漂亮啊 这个是它这个露台啊 这个楼上楼下的露台呢 这个是真的没得讲 OK 这里呢有个游泳池 就是这个最简单的这种游泳池了 然后后面的风景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 大家呢可以考虑在这个社区 有地的话买块地来建啊 我想的话那个就是一块地啊 就是我们这个对面的就是一块地 但这个房子呢不敢工尾啊 那么呢这个是它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厨房 它也试图呢就是要放一个就是冰箱啊 把它弄好啊 但是 它搞不了 那我们呢就去它的二楼看一下 好吗 这种楼梯呢 我觉得做的不是那么结实 但是应该是没问题 你要不然的话 就会出大问题了 那么上来这里呢 就是它的游戏房 这游戏房呢 它用的是这种木的 木的但确实是你看这个做工对吧 确实是太差了 而且这个木头的等级的也是一般般 就是看的是原木的啊 那这里呢是个小孩的儿童房 它就是做了一个高低长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一楼 你一层的你可以买个床 上面呢就是已经做好的 那这里呢是它的卫生间和衣帽间 每个衣帽间都挺大 但是一个架子都没有 像它这个它就说它已经做好了 它就是那你这个洗澡不是 你装玻璃门的话要自己装啊 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门 这个门是Home Depot最便宜的门 估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的门 你看那个门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洗衣房 因为它主卧在二楼 所以它设置在这个二楼 你看那个对吧 这个就让我想起某一个建商啊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吧 就是说你得要花钱去去 过户以后你要花钱去弄 那这是另外的一个套房 套房 每个都是套房 然后呢 我们去下一个房 这是这个是个放电影的 你看这个地毯装的都是 都是没有拉直 这个就是技术问题 这个明显的就是技术问题 OK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半个卫生间 就是供客人在外面用的 我们先看那个主卧好吧 先看这个主卧 这是一个主卧 你看 这个主卧的视野呢 的确是好 这个绝对是无敌的景色 你看外面 而且它可以从这里走出去的 那衣帽间也很大 只是说你自己得要装 装这个架子 这是它的主卧的卫生间 也是很棒 OK 你看这个就是我讲的这种设计感 还是有的 它的框架呢 还是在这里的 只是说它的这个做的怎么样 我们就不讲了 你看这个景色也很好 像画一样的 卫生间里面 然后 我们一会从另外一个房间去阳台 看一下这个 这是另外的一个套间 也是 也就是说它上面两个套间呢 都是都是180度的这种 这种景色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这有油烟可惜 你看这个 这个贴的瓷砖 贴的瓷砖都贴不好 OK 这是它的一个里面的卫生间 我想它这个应该是这种纹路 还是破了 应该是这种纹路 好 这是它的卫生间 那我们去看一下外面 这外面的景色 确实还是很吸引 你看 这是外面的景色 美不美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您有房子在休斯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鱼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